1962年 美国游走在毁灭的边缘 总统肯尼迪几乎崩溃 人类文明的终结仅仅一步之遥 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 谁赢了 可以说谁都没有赢 也可以说美国和苏联都赢了 因为核弹之下 不可能有任何的赢家 只会是双输的局面 但最终肯尼迪和赫鲁晓夫 在关键时刻保持了克制 最终避免了末日的浩劫 或者说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 全人类从巨大的威胁中逃脱了出来 人类赢了 如果一定要在博弈的角度分输赢 也可以说苏联赢了 最终美国拆除了在欧洲的核弹 但整个博弈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危险性 如果在联合国会议上 没有那一笑缓解紧张局势 双方继续恶语相向 如果苏联潜艇在受到深水炸弹的攻击后 选择反击 如果苏联货船在越过封锁线后 美国军舰直接开火 如果美国军机坠毁后 肯尼迪同意军方的建议 以上后果都不堪设想 在十多天的时间内 任何一个火星都可能点燃这个巨大的火药库 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 将再也难以关上 关注土豆 今天就和大家聊聊 1962美国毁灭的边缘 也欢迎将您的高见打在公屏上 大家一起交流 好了 长按点赞 我们接着看 一个坏土豆作品 颇奖 小兵 陪我的国一起密习 1959年4月 取得古巴革命胜利三个月后 卡斯特罗访问美国 整个美国都被他的魅力所倾倒 所到之处万人空向 人人都跑来看这个年仅33岁 留着落腮胡子 叼着雪茄 风度翩翩的法学博士 传奇的革命家 在华尔街 卡斯特罗和银行家们谈笑风生 被无数协会争相邀请参加活动 不过时任美国总统的 埃森豪威尔很不喜欢卡斯特罗 在一个星期的时间 埃森豪威尔都没有去见卡斯特罗 而是复言了事 让副总统尼克松 去和卡斯特罗聊了三个小时 尼克松的表情耐人寻味 说 我们要将卡斯特罗 引导到正确的路上 白宫政府从此刻开始 逐渐将古巴推到了苏联的阵营 所谓正确的道路 就是对美国言听计从 否则 卡斯特罗就是走上了邪路 古巴距离美国直线距离145公里 按照现在快艇的速度 也就是30分钟的航程 距离近到1920年美国禁酒运动中 是就如命的海明威 时常坐船到古巴来喝酒 那个时候 古巴就是美国的后花园 美国全面控制古巴政治 控制了古巴糖业的40% 采矿业的90% 雪茄的90% 通信业务的100% 古巴被打造成了一个单一商品出口 其他全依赖美国进口的国家 古巴美丽的海岛风光吸引了大量的美国富豪到古巴购置地产 将古巴作为自己的度假胜地 建立了黄赌独为中心的一条龙服务体系 1959年1月 卡斯特罗率领革命军队推翻了哈迪斯塔政府 古巴是二战后 美洲唯一革命成功的国家 美国对卡斯特罗的冷淡源于 哈迪斯塔完全是美国扶植的政府 卡斯特罗不会如哈迪斯塔一样 对美国言听计从 卡斯特罗在美国被名流与美女包围 在古巴的原则问题上 却寸步不让 比如要将大量美国操控的产业收归国有 1959年年底 卡斯特罗开始了在古巴全境 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 回收外资企业资产 土地国有化 美国对古巴的一系列投入都打了水漂 这简直就是反了 美国能从一个英国殖民地登顶全球之巅 最关键的就是战火远离本土 整个美洲都在自己的控制之下 绝对不能容忍自己家门口 出现一个不为自己所掌控的政权 1961年初 美国中情局在佛罗里达 多米尼亚等地区 招募1600人左右 古巴流亡分子 称为古巴旅 编制成了四个步兵营 一个摩托化营 一个空降营 一个重炮营 和几个装甲分队 CIA花大价钱来装备他们 装备有五辆坦克 多辆配备机枪的载重汽车 目标就是干掉卡斯特罗 重新建立一个亲美的古巴政府 结果 当时美国总统肯尼迪才上任不久 和CIA的沟通出现严重问题和偏差 导致这次政变成为了一个笑话 4月17日凌晨 古巴旅由美海军护送至古巴珠湾登陆 被赶到的古巴民兵分割包围 在联合打击下 古巴旅激战到18日早上 114人被击毙 1189人被俘 而古巴仅阵亡176人 美国人利用古巴人颠覆 卡斯特罗新政权的计划破产 不仅如此 因为被捕获的战俘 古巴向美国索赔了6200万比锁的药物 这成为了美国立国200余年来 唯一的一次因战争失败而赔款的案例 这次行动不但是一次军事上的失败 更是导致国际上对这次进攻的批评非常强烈 最后肯尼迪死不承认 说本次事件他根本不知情 但是全世界都不相信 肯尼迪越是说自己不知道 外界越是认为他胆小懦弱 刚刚上任三个月的肯尼迪政府大失信誉 卡斯特罗政权和古巴革命得到巩固 并彻底走上了反美的道路 经过珠湾事件 赫鲁晓夫意识到苏联的机会来了 此时冷战的阴影正笼罩在全球 在美苏争霸中 苏联最大的危机 一是没有好的出海口 军舰很难出去 不像美国两面大洋 大海如同全是美国的鱼塘 而是在60年代初 还没有远程导弹 除非用战机 苏联的核打击力量 无法有效抵达美国 最多能覆盖整个欧洲 战机向美国投射核弹吗 要命的是 60年代初 苏联还没有航母 所以此路不通 唯一的方法 是通过核潜艇 向美国的近海城市发射核导弹 从50年代开始 美苏之间开始了疯狂的核竞争 你造10万吨当量 我造20万吨当量 你造50万吨当量 我就造100万吨当量的 终于在1961年 苏联来了个狠的 直接造了个 6000万吨当量的氢弹 实称大一万 据说苏联当时是想一步到位 直接造个1.2万吨当量的 可惜没有那么大的飞机 可以投掷如此巨大的氢弹 大一万有多强悍 是广岛核弹威力的3864倍 当时投射大一万核试验的苏联飞行员 是抱着迅国的心态起飞的 认为没有活着回去的可能性 1961年10月 苏联进行了核试验 在10500米的高空投掷了氢弹 在降落伞的带动下 落到4200米高度引爆 随后是万丈光芒 几秒钟之内 火球就升到了大约10公里的高度 爆炸后40秒 火球达到30公里高度 此后开始形成蘑菇云 最终蘑菇云的顶部高度达到了60公里 直径90公里 巨大核爆导致方圆数百公里范围内的木屋被摧毁 石头房屋失去了屋顶 窗户和门 无线电通信中断了将近一个小时 测试参与者即使在270公里之外 也通过深色护目镜看到了明亮闪光 并感受到了热脉冲的影响 爆炸的威力直接让地壳都移动了几厘米 这起核试验的规模在全球已知爆炸事件中排名第二 仅次恐龙灭绝的那次陨石事件 美国人目瞪口呆 说算你狠 但是你有本事将这个27吨重的大家伙 搞到我美国本土来吗 随后 美国开始计划在欧洲修建核导弹基地 苏联或者说俄罗斯的500年世仇 土耳其马上积极响应 认为拥有携带核弹头的导弹 是保护自己的唯一方式 1961年 美国在土耳其的核导弹基地部署完毕 随后在意大利也部署了中程核导弹 赫鲁晓夫又怒又恨 这意味着苏联的所有战略目标 都在美国的核打击范围之内 只要美国高兴 一杯星巴克咖啡的时间 美国可以让整个苏联陷入核打击 除非整个苏联迁到西伯利亚去 美苏之间的核军事彻底失衡了 而苏联最多可以拉着整个西欧陪葬 同时力量的极限是对美国东海岸造成核打击 而且覆盖范围有限 但是 1961年1月5日 美国突然宣布同古巴断绝外交关系 同时从经济上开始对古巴进行制裁 企图通过卡断经济命脉来逼迫古巴就范 随后 珠湾事件爆发 美国政府可耻又可笑的失败了 古巴的反美情绪达到历史高峰 赫鲁晓夫意识到 苏联的机会来了 我也要把核弹布置到美国的家门口 我也要能一杯福特加的功夫 就可以把美国摧毁掉 苏联就抓住机会 增加了对古巴的经济军事援助 古巴想要什么 苏联就给什么 古巴没有想到的 苏联都帮他们想到 苏联对古巴的援助达到什么程度 古巴生产糖 当时国际市场对糖的收购价格为1.12美分 苏联直接按照6.1美分的价格收购古巴糖 赫鲁晓夫 价格合理不 不合理我还可以加 整个冷战期间 苏联给古巴倒贴了157亿美元的糖类收购 赫鲁晓夫不仅贵买 而且还贱卖 按照OPEC价格的40%给古巴卖石油 古巴大量的机械设备 原材料 化肥 粮食 都是苏联源源不断的提供 1960年秋天 卡斯特罗在联合国大会上 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讲话 他面对坐在大厅里的美国人说 是你们促使我们寻求新的市场和新的朋友 他们就是苏联和社会主义世界 在这之后 我们就开始对这种社会主义产生了兴趣 并开始研究它 此时的卡斯特罗 在美国的经济封锁之后 谁都无法保证美国会不会一不做二不休 再来一次规模更大的竹篮事件 毕竟直线距离145公里 以美国强大的国力 要颠覆古巴真的太轻松了 只有布置核导弹 才能让美国放弃对古巴的给予和威胁 终于 卡斯特罗和赫鲁晓夫想到了一起 他们决定干票大的 1962年10月16日 45岁的年轻美国总统肯尼迪快疯了 三天前 天气良好 万里无云 两架美国油尔飞机 从南向北飞过了古巴西部上空 他们拍摄了大量照片 有专家们仔细地研究放大照片上的每一个画面 第二天 他们认出了一座发射台 许多发射弹道导弹的建筑物 一枚中程弹道导弹 在修建设成为2000英里的中远程弹道导弹 使用的坚固的永久基地 而且美国鉴定专家确信 发射装置上安装的是导弹核武器 随后 肯尼迪被告知了这一信息 一直以来 美国有着巨大的心理优势 就是这个世界越乱越好 正是因为一战二战 全球陷入战火 美国趁机登顶 你们随便打 反正打不到我头上来 整个美洲几乎都被美国控制 苏联要打到美国本土 隔着千山万水 美国要打苏联 北约的前沿阵地 可以随时发动进攻 所以冷战什么的 美国根本不在乎 反正死也死不了我 现在不一样 美国的杆都颤了 居然在离自己本土 不到200公里的地方 有了一个反美的强大军事基地 古巴导弹基地 苏联已经运作了三个月 在古巴部署中程导弹 提供1228盆气轰炸机 第一批导弹 7月份就运到了古巴 苏联把运往古巴的货物 改由苏联船只运送 将150枚导弹 和几十架飞机 拆开装盗集装箱里 运往古巴 同时 3500名军事技术人员 也陆续乘船前往 每一枚导弹 都携带一个 威力比在广岛的原子弹 打20或30倍的核弹头 随后 肯尼迪紧急召集了内阁会议 在会议上 如何除掉古巴的苏联导弹基地 大家众说纷纭 有人提议先下手围墙 直接打击古巴基地 有人主张直接对古巴开战 占领古巴 肯尼迪最后决定 先外交谈判 让苏联知难而退 随后 美国军方紧急运转起来 海军在波多黎哥附近 进行了入侵古巴的演习 参谋长联席会议 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工作 制定战争预案 准备必要的时候 去干掉卡斯特罗 美国空军与海军航空兵 也频繁起飞巡航 防止有苏联轰炸机 迫进美国国土 并派出更多的侦察机 去监视苏军活动 10月18日 肯尼迪在白宫约见了苏联外长 尽管面临巨大的危机 但双方进行了 友好而亲切的会谈 苏联外长告诉肯尼迪 我们什么都没做 只是向古巴提供了 一些军事援助 而肯尼迪只是警告苏联外长 你们不要动歪心思 否则会有严重后果 其实证明苏联 在古巴修建核基地的照片 就在肯尼迪的抽屉里 但是肯尼迪并没有拿出来 这次会谈两个小时 什么目标都没有达成 双方都误判 肯尼迪想 我已经对你暗示的够清楚了 告诉了你们会有严重后果 赶紧给我收手 苏联外长心想 美国啥都没发现 果然上当了 所以苏联决定一切照旧 继续运送核导弹 基于双方的无效沟通 危机开始不断的升级 两天后 肯尼迪约见了空军司令部 斯维尼将军 结果斯维尼告诉肯尼迪一句话 犹如晴天霹雳 我们没有把握能百分之百的摧毁 古巴军事基地上的空军导弹 随后 侦察机带来的消息 送到了肯尼迪这里 苏联人和古巴人 在军事基地干活干的正换 完全没有收手的意思 肯尼迪快崩溃了 三天过去了 四天过去了 五天过去了 古巴导弹基地一片繁忙 10月22日 肯尼迪终于知道了 再任下去 古巴导弹基地将成为继承事实 以后美国的家门口 就在苏联的核威设置下 晚上7点 肯尼迪发布了电视讲话 公布了古巴导弹基地的事实 在电视讲话中 肯尼迪神情严肃 语气强硬地谴责了苏联 肯尼迪直白告诉美国民众 其实也是告诉全世界 苏联的战略导弹 几乎可以覆盖到美国的所有大城市 如果不加以制止和防御 美国可能有八千万到一亿人死于核战 所有的美国人听完电视演讲 心里慌得一痞 这可不是新冠肺炎 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只有5%不到 只要自己不死 全美国人死光都没事 但是核弹一来 死亡率是百分之百 金刚狼蝙蝠侠都扛不住 何况自己连兰博都不是 整个美国 尤其是靠近加勒比海附近 陷入了恐慌 原来天天到别人家门口架设核弹 自己看热闹不嫌势大 现在自己成了靶子 大城市超市的食品和生活用品 马上被抢中空空 很多大城市的交通开始出现问题 美国人开始往乡下跑 肯尼迪组织的安全理事会 准备军事入侵古巴 搞定古巴军事基地 美国开始进入战略戒备状态 10月23日至27日 核战争的阴影笼罩着整个全球 世界危在旦夕 10月24日 在68个空军中队和8艘航空母舰护卫下 由90艘军舰组成的美国庞大舰队出动了 美舰从佛罗里达到波多利哥 布成了一个弧形 封锁了古巴海域 所有的导弹部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导弹已经准备就绪 装在了发射台上 随时发射 不仅如此 美国集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最庞大的登陆部队准备参战 而且世界各地的美军基地 也进入戒备状态 全球核战争即将爆发 美国对古巴实施的海上隔离 在广阔的加勒比海上 把整个古巴围成了铁桶 在离古巴东部海岸 约300公里的大特克岛上 巨大的美军导弹跟踪战 一丝也不敢怠慢 密切监视古巴来往船只的每个动向 战争一触即发 古巴导弹基地 100余枚核弹也可随时发射 危机关头 肯尼迪给赫鲁晓夫写了封信 我并不认为您或其他任何理智的人 会在这个核时代 故意让世界陷入战争 这场战争 没有任何国家会成为赢家 最终只会对全世界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包括挑衅者在内 但是遗憾的是 赫鲁晓夫并没有积极回应 或顺着台阶下来 开始谴责美国对古巴的隔离 是一种侵略行为 总统先生 你不是在宣布施行隔离 而是在下最后通牒 威胁我们 如果不屈服于你们的要求 就要动用武力来对付我们 想想你在说些什么呢 就这样你还想说服我同意 同意这些要求意味着什么 这将意味着和其他国家打交道 不是靠讲道理 是要靠服从于霸道的行为 你不问原因 却只想恐吓我们 赫鲁晓夫意思很明确 休想恐吓我们 我们不是下大的 苏联会继续对古巴进行军事援助 如果美国胆敢动手 苏联将进行最激烈的反击 局势变得更加紧张 美国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召集一次紧急会议 但苏联代表左林 在会上否认了 在古巴部署了导弹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史蒂文森 向联合国出示了确切的侦查照片 证据确凿 这个时候说没有 那是谁都不相信 史蒂文森继续问苏联代表 难道你还敢说 你没有装配合导弹吗 结果左林沉默了 装作在听翻译机中的翻译 史蒂文森继续发问 不要装问 我只要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 左林先生 你承不承认苏联 正在古巴部署中程导弹和基地 不要等待翻译 回答是或者不是 左林回避说 我不是在美国法院 因此不需要回答 以控方律师口吻 向我提出的问题 你将在适当时候 得到你要的答案 史蒂文森说 我准备等待我的答案 直至地狱皆兵 结果 结果 在旁听席上 一位其他国家的代表笑了 史蒂文森也笑了 左林也笑了 整个联合国都笑了 笑声中 紧张的气氛 稍微得到了缓解 10月24日 1436架美国轰炸机 进入待命状态 美国数百枚洲际导弹 蓄势待发 超过20万军队 在佛罗里达进行集结 古巴的导弹系统 已经可以发射 攻势构筑仍在继续 苏联IL-28轰炸机 也开来了古巴机场 由于美国会即刻攻打过来 卡斯特罗建议赫鲁晓夫 应该先下手围墙 美国封锁的古巴海面上 苏联运载核装备的 18艘货船 被美国军舰所组成的隔离圈 阻挡在古巴之外 而在苏联浩浩荡荡的 船队的海面下 还有6艘装载着 核导弹的潜艇 结果 苏联货船布加勒斯特号 穿过了美国的封锁线 使向古巴越来越近 全世界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里就是导火索 随后 美国军舰跟上了布加勒斯特号 宣布要检查船上的货物 但是并没有强硬地登上货船 这是在给苏联一个台阶和释放善意 希望大家都收手 在几个小时让人窒息的对峙之后 终于苏联的货船开始返程 然而 就在几个小时后 形势开始急转之下 苏联59号潜艇由于故障 蓄电池无法使用 不得已浮出了水面充电 而在水面之上 就是浩大的美军舰艇 刚刚浮起来没多久 声大兵就听到四面八方传来的 隆隆的螺旋桨声音 果然 周围的美军舰船 听到消息全一窝蜂地涌了过来 就像一个正在作案的小偷 突然遭遇了一大群警察一样 59艇已经陷入了绝境 两分钟之后 潜艇重新钻进了水里 这时候 一艘美军反潜驱逐舰 从59艇上方隆隆驶过 在艇员们听来 就好像在铁路大桥下面 听到头顶一列火车隆隆驶过一样的感觉 随后 三颗深水炸弹就丢下来了 随着三声可怕的巨响 潜艇被震得剧烈晃动 颠簸不已 其实那是三枚训练用的深水炸弹 也不是美国人想把苏联潜艇怎么样 那只是一种投石问路而已 其含义是浮出水面 美国海军不知道的是 59号艇上携带了两枚533核鱼雷 这种可怕的鱼雷 是苏联海军武器库中最可怕的末日武器 足以摧毁美国舰队 一旦发射 核战的推进将不可逆转 双方的核攻击将即刻启动 但是 在巨大危机中的苏联舰艇 怎么可能去冷静地思考美国军舰的意图 只能推测战争已经开始了 当时苏联海军的规定是 要发射核鱼雷 必须要三名最高指挥人员同时批准才可以 而这个时候 艇长和副长都已经同意发射 而潜艇政治副长阿尔西波夫 是在一片狂热气氛中 唯一一个头脑冷静的人 他果断地说了不 并且下令潜艇上浮待命 于是 核鱼雷发射的命令被否决了 59艇浮出水面 升起了苏联国旗 等待命令 不久之后 59艇接到了返航的命令 而此时 美国军舰也保持了高度克制 在所有军舰的众目睽睽之下 苏联舰艇平静地离开了 危险的局势再一次得到了缓解 但要命的是 几乎同一时间 一架U2在古巴上空 被苏联防空导弹击落 美国飞行员安德森少校阵亡 事实上 后续的历史揭秘 这次的导弹袭击事件 并非得到了克里姆林宫的授权 是一次意外 但消息传到美国空军司令部后 鹰派将领暴跳如雷 认为苏军公开挑战 打响了古巴危机第一枪 美军绝对不能示弱 美空军将领 决定空袭苏军防空导弹 和中程导弹阵地 作战方案上报白宫后 肯尼迪考虑良久 否决了军方的空袭计划 他决定继续外交努力 把大规模空袭之日 向后延迟 在巨大的压力下 肯尼迪痛苦地说 我不关心第一步该怎么做 而是双方升级到第四步 第五步的时候 恐怕已经没有人 去做第六步了 应该来说 1962年美苏都是幸运的 美国总统是肯尼迪 而不是董黄 随后白宫向外宣称 击落美军一二飞机的 是古巴的导弹部队 事实上 这是在向苏联释放善意 告诉苏联 我不追究你的责任 帮你推到古巴身上去 这一次 苏联终于顺着梯子下了台阶 对外也宣称 本次袭击和我无关 的确是古巴人干的 10月27日夜 肯尼迪总统的弟弟 联邦司法部长 罗伯特·肯尼迪 私下向苏方提出两个条件 第一 如果苏联导弹撤离古巴 美国可以保证不入侵古巴 第二 美国承诺从土耳其 意大利撤出中程导弹 但是需要四至五个月的时间 而且这个幕后交易不能公开 当天夜晚 赫鲁晓夫进行了回复 他接受了肯尼迪的条件 愿意撤下在古巴的苏联导弹 终于10月27日夜晚 古巴导弹危机开始解除 苏联公开同意了移出在古巴的导弹 换取美方绝不侵略古巴的承诺 他们也没有向外界提到 美国从土耳其撤出导弹的协议 随后 莫斯科广播电台进行了公开补报 阅读了赫鲁晓夫对肯尼迪的信件 我非常理解您 以及美国人民对你所称为 进攻性武器所感到的忧虑 这的确是一种可怕的武器 你和我都了解 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武器 为了尽快地消除 这一危及和平事业的冲突 为了给渴望和平的各国人民以保证 苏联政府除了此前已下达的 在武器的建筑工地 停止施工的命令外 现又下达新命令 拆除您所称为进攻性的武器 并将它们包装运回苏联 古巴的导弹在1962年11月初的时候 被装船运回了苏联 11月月底 美国对于古巴方面的禁令结束 苏联轰炸机在当年年底前 离开了古巴 危机的四个月后 在土耳其的美国导弹 被悄悄地移除了 古巴导弹危机终于画上了句号 人类避免了一场空前的浩劫 古巴导弹危机谁赢了 可以说谁都没有赢 也可以说美国和苏联都赢了 因为核弹之下 不可能有任何的赢家 只会是双输的人 但最终肯尼迪和赫鲁晓夫 在关键时刻保持了克制 最终避免了末日的浩劫 或者说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 全人类从巨大的威胁中逃脱了出来 人类赢了 如果一定要在博弈的角度分输赢 也可以说苏联赢了 最终美国拆除了在欧洲的核弹 但整个博弈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危险性 如果在联合国会议上 没有那一笑缓解紧张局势 双方继续恶语相向 如果苏联潜艇在受到深水炸弹的攻击后 选择反击 如果苏联货船在越过封锁线后 美国军舰直接开火 如果美国军机坠毁后 肯尼迪同意军方的建议 以上后果都不堪设想 在十多天的时间内 任何一个火星都可能点燃这个巨大的火药库 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 将再也难以关上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关注土豆 点赞收藏 不迷路 精彩内容 下期继续 请不吝点赞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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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收藏